大家说晚安 我要要这个耶 好,有啊有啊,我会这样做啊 我们要跟大家说晚安 这是我们的睡前仪式 尿尿完了之后啊,换尿布 然后接着就是帮他按摩 我会用宝宝的精油分装在这小瓶里面 帮他做按摩 按摩他会非常的舒服 其实没有一定特定的手法 只要就是由向往上 然后轻轻的出镂开来 所以来来玩一啪啪 来来按摩好不好 我录你看好不好 我会先从嘟嘟,嘟嘟嘟嘞嘟嘟嘟的 逃进心 秉过来 哎,秉过来 一旦过来 好夹的 来啊,我们打一个看 我们怎么按摩 好夹的 妈妈按衣租饭饭租完啊 哦 然后油滴在手上之后 我会先把它温热 化开 吸收 吸收其实会让情绪也放松 喝皮吧 然后肚子化圆的方式 然后面对我们 就是有点像摸字形的方式去按 然后再由上往下慢慢的推 手把都很轻 没有一定什么样的技巧 只要轻轻柔柔的 舒服吗 你告诉大家 舒服 然后有时候可以在手缩热 稍微温热一下 转圈 按摩 因为小孩子有时候肠胃会有点胀胀的 然后这个按摩的动作其实也会促进他们排便 对不对 舒服吗 你做爸爸要做好了 他要带回来 我妈要打吃这个 他想吃哦 妈妈今天要煮脆粉啊 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我们亲子的谈话时间 睡前让他的静下来放松 虽然有时候在床上他还是会觉得很亢奋 因为小孩子越大他会越喜欢水白 换背面 再转过来 好 这是他现在习惯穿的晚安裤 好 一个枕头抱着让他趴着这样比较舒服 然后呢 让衣服弄下来 一样我们只要三到五滴的精油就可以了 其实你用婴儿油也可以 只要有点润滑作用 乳液他其实吸收肚肚肚会很快 所以他的效果上面我觉得还是要有点油类的比较好 然后船式的流上往下化开 流上往下化开 对不对 然后肩颈呢我会用大拇指稍微轻轻的 轻轻的就可以了 因为这边其实小孩子也会紧张跟焦虑 我们稍微适度的把它放松 拨开 然后再往旁边推 再往旁边推 轻轻的 轻轻的 其实这个其实在舒缓他们的情绪 释放他们整天上面心情的焦虑也好 心情也好 这是最好的一种睡前仪式 那每个人睡前仪式都不大想 我不一定都说一定要用这样的按摩手法 但从宝宝的时候我就稍微帮他洗澡出来 会做这样子的按摩手法 再来我们在背后盖上他衣服的时候 我还会在大化缘 我今天很有趣的家人有乖的 有乖哦 这个时候他就会跟我分享他今天在学校什么样的生活 或是怎么样子 然后再来我会用我们的手背轻轻的 搓 这个这个 安捏 对 安捏 轻轻的搓揉 要搓到哪边呢 往下到他的手掌这边 所以轻轻的搓揉开来 这样子 搓 这样的方式就是搓揉开来 对不用很用力就是用手刀的方式 轻轻的有点就是让他再松开 一直到我们的手掌这边都是可以让他去进行这个动作 然后就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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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通常这个动作呢 我会大概来回的几次 通常这个动作呢 搓完了之后 拨开来就会这样子 这样子 让他整个非常舒服 然后顺下来 顺下来 最后呢 脚的动作 我会帮他这样子 脚呢 我会帮他这样子 骨口 像念瓦子的动作 这样轻轻的 因为有时候呢 在学校运动 我会帮他稍微的舒缓 舒缓开来 就会比较 我没有用到 嗯 趕快不要给 一手 我要帮妈妈按我 好 等一下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分享 常常会跟小孩子在睡觉前的仪式 那我帮他按 他也都会帮我按 所以有时候他 爸爸喜欢 他直接踩他背上的 我都会有点点的 他直接踩上他背后的感觉 你就适当地牵着他的手 那不要让他滑倒就好 因为其实这样子 他的力道 对爸爸来说 他觉得很像 泰式按摩的手法 非常的舒服 好了 我们准备睡觉了 大家说晚安 妈妈我过来没按摩 好了 好 跟他说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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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 按赞 以及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拜拜 小铃铛 小银铛 小铛 最好的 小铛铛 小铛 小铛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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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铛铛铛铛铛,